就是所屬單位查詢這一題講完 OK 其實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所屬單位查詢 其實跟各位講 我想了半天 你們大概想想看 我印象中好像 即便可以用Excel裡面的公式完成 可是應該也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像這種東西 通常還是用VBA 那VBA的話你必須要用兩個回圈 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指的是 你要先抓這個資料 所以for i 等於第2列到最下面列的A欄 把高明明先抓出來 跟哪一個單位比 跟這個所屬單位 所以這個地方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跨工作表的話 就是這個叫去詞1 或者去詞各單位人員 的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每一個全部找一輪 找到之後呢 再去查它上面的這個 什麼 同一籃的第1列 到底是在哪裡 這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抓過來 放在它旁邊 那因為寫的方法其實不複雜 我們其實寫完成式我來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 把那個註解拿掉的話 基本上就是兩個回圈 不過呢 第一個回圈大家應該可以看得懂 但第二個回圈 可能就 這個也是for 其實也可以再拿掉 所以你會發現 寫完就是兩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做一件事情就搞定了 可能呢 比較會需要注意的 for i 等於第2列到最下 這個應該OK 沒問題 可是下面這個寫法 可能你們就需要稍微把它記一下 那也不難理解啦 這什麼意思 就是for each 顧名思義嘛 for each的話是每一個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你要針對哪一個範圍 跟他講說 我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範圍 那特別注意喔 這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要寫的話 記得喔 你就要寫成什麼 寫成後面這個敘述 序則1 指的是這一個 或者你可以把意義改成它的名稱 但前後要加雙以後 點range 這個範圍 A2到多少呢 A2到G的第8個 這個 儲存格 然後 特別是要for each 這個sale這個名稱是 變數名稱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別的名稱都沒關係 你取A也可以啦 那in的話固定 所以喔 這裡面固定的是for each 什麼一個變數 在這一個範圍 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把這個範圍裡面的第1個 比如說A2 先丟到哪裡呢 丟到sale裡面 然後再下一個 把b2 再丟到sale 也就是他每一個啦 for each的意思就是 這個範圍的每一個 他都會一直丟到這個sale裡面 那我們 透過這個原理喔 把這個sale跟哪個比 跟我們的sales的i列 所以跟我們這個sale的i列的a欄比比看 如果兩個 假設相同的話 相同意思就找到了喔 那如果找到的話呢 我就把他的什麼呢 他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一定是序則1喔 這個可能一定要加 前面這個不用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不用加 序則1裡面的什麼呢 sale 這個sale儲存格 裡面的第1列 特別注意 因為我一定要是抓上面這一列嘛 所以一定是第1列 哪一欄 就是 跟找到的那個sale的同一欄 所以要特別注意你可能 以後可以參考的用就是 for each 印這個寫法 跟 找到的那一個儲存格的 同一個column column就是欄 同一欄的意思 有沒有 那第1列的同一欄 那指的就是上面的這個東西啦 就幫我把他抓過來 比如說 我今天第1個是 這個什麼呢 高明明是g 所以把g欄的資料 帶過來 OK 那另外的話 你可以多寫一個敘述啦 底下叫 is is for ex it 空一個for 那這個不寫 跟寫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你寫的話就是說 因為裡面只會有一個高明明 找到了 其實你就不用再找了 所以這個is is for 意思是說 如果你找到了 就不要再找了 但如果你不加的話 變成說要找到什麼 繼續找 那相對的 差別是說 他比較浪費時間而已 但是浪費多少時間呢 大概浪費 大概百萬分之一秒吧 OK 所以 所以我說 如果你不加跟加有什麼差別 好不好 假設吧 我們浪費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 先把這一行給註解掉 你們比較看看喔 看看有沒有差別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我現在沒有加一個for 這樣子 那如果加了之後會比較快 快多少呢 我把它清除 有沒有感覺 所以有的時候同學常常在問我說 老師要怎麼寫才程式比較快 我說喔 如果我差那個 不到一秒鐘 以上的啦 隨便你怎麼寫都可以啦 所以有些東西 我後來就沒有加了 因為我想說 加了對各位來說 好像只是增加 多餘的障礙的話 那我也許就暫時先把它拿掉吧 OK 因為 其實說真的 你用 人的眼睛來做 跟用 電腦來做啦 你乾脆用電腦來做 跑慢一點無所謂啦 而且說真的像這個東西 慢也不夠慢 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不寫沒關係啦 當然寫更好 OK 我強調這一點喔 不過當你還沒學得 到某個境界的時候 也許暫時忘記沒關係 該寫的還是先寫吧 OK 所以寫完之後的話 大致上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它執行完畢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這一招的話 他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那個範圍的資料 自動帶過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律師的狀況 你可能沒有辦法用 其他的任何函數完成的話 那我乾脆建議啦 你就寫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 而且應該還蠻好記的吧 第一個是 我們 不過這裡可能比較麻煩 就跨工作表 你可能要稍微記一下喔 跨另外一邊 請你在前面加哪一個工作表 或者是名稱也可以 如果你假設不用E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打上什麼 打上那個 各單位人員這個名稱 把它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這個刷引號裡面 或者是你輸入E也可以 兩個方法 但我是比較建議啦 你用名稱比較不會出錯 因為位置有時候移動 那程式就壞掉了 OK 然後把那個範圍一個一個找出來 並且做輸出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有一些範例假如沒有講完的話 雲端上其實都會有對應的答案 所以回去的話有時間 其實你們也可以再把那個 沒有做完的範例 也許試著做做看 回去我是建議 有時間也許你可以把這個 自己回去再下載 把它備份起來好了 因為難保哪一天 這個我也不敢保證永遠都一定會在啦 你不要幾年之後問我說那個東西在哪裡 那就是 我說你要自己備份 OK 然後其他的話影片部分自己也備份一下吧 那 其他的話 大概就先到 請各位先把這個 剛剛講的我程式有把它放雲端上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期課的話 因為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一轉移的時間 就又到了 這個 結尾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如說下一個禮拜沒有上課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不如 把它當 這個 這個課程的延續 然後你回去的話也許再把從第一週開始吧 從第一週 那些範例有哪些地方你缺漏的回去再多練習 那建議是說一定要熟練 而且還有一點 一定要 程式要自己 打過 不止一遍 一定要熟練 這樣的話你將來你遇到問題 你才有辦法很快的把對應的程式自己寫出來 也許一個終極目標啦 當然短時間內也許沒有辦法 不過建議你可以多找一些 相關的案例 去實作 因為做久了之後 我覺得你應該很快就記得啦 也不用特別去死背 OK 好那這一期課我想我們就先到這裡 行嗎 我想我們先到這裡